準備世界冠軍 哇 太恭喜A7G 太漂亮了 哇 世界冠軍 其實大家對我們還是有很多不瞭解 大家可能覺得電子競技它是比較打電動吧 它最近才被政府認可為體育項目 所以我們是一個體育項目沒錯 電競我覺得它是一個載具 它就是承載於選手們的夢想跟努力還有熱情 然後讓別人看到他們發光發熱的舞台 其實電競選手就跟棒球或是籃球選手一樣 他們每天一起床以後 他們會做所謂的個人練習 接著我們晚上的時候開始約團 然後一直持續到凌晨兩點鐘左右 如果不瞭解這一塊的話 可能單純只會覺得我們是 就是拿著手機在輸贏的人 但是認識的人會覺得說 我們是在比我們誰的計謀生 然後誰的技巧比較高 就覺得當職業選手應該會很好吧 因為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就是類似明星 會曝光這樣 所以你喜歡被比較看見嗎 還蠻喜歡的 不管是 什麼類型的遊戲都一樣 就是沒有其他人可以學習 就只能自己不斷的進步 對沒有盡頭 在我們比賽的時候 他們也會來現場觀看 因為有參與 所以他們就會 越來越認同這個產業 7月30的時候 我們打開木賽第一場 幾乎所有人都不太看好我們 家人住在高雄 然後他們那天 台風天然後開著車 就是跑上來北部 那打完比賽的時候 就是壓倒性的勝利 我媽就很感動 她也有哭 我眼眶也泛淚 那她覺得說 看到自己的小孩 可以就是 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可以發光發熱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吧 對對對 超人幫我清中兵吧 然後呂布沃瑪 我快清完了 我比他快 我們來了我們來了 可以打可以打 我中兵清完了 我來了 nice nice 剛剛是要超人在這邊等 然後我都在中度清兵嘛 我剛見的時候超懶 然後我們的 你知道阿亮 他就說 找一個廢物進來幹嘛 志龍 你真的很爛 你真的很爛 其實我對隊上的選 隊上的成員還蠻嚴厲的 他們也知道我們大家 就只是想為了這個團隊 做一些付出 其實聽久了其實就習慣了 就知道他是為了你好 有人激勵我就會想要更努力 一直練一直練一直練 讓自己變更強 他也會把這個故事跟大家講 他說以前奇奇剛進來的時候 我都說他是廢物 到後面我才發現 他根本就是我兄弟 不只是遊戲廠商 我希望這五個人 可以成為真正最熟悉的人 只有當你想要去保護其他人的時候 你想要辦法發揮最好的地方 因為我們老闆跟我們非常的親近 但他講的話讓我印象深刻 他認為五個人感情都會好才會更強 並不是你每個很強的人 然後拼在一起會強 這是不一樣的 這一行吃的是90%的天分 跟110%的努力 煮起來是200%所以才可以贏 我覺得我們像一個非常大的巨人 隊長是我們的核心 其實是我們的劍 然後我是盾牌 阿亮就是身體跟腳 海牛就是腳支架 我的目標 現在應該是我是別人的目標 這可以講嗎 希望我們可以再 替台灣拿一次世界冠軍 不過目前我們要先把台灣的冠軍 再拿下來一次 我們就算很渺小 也絕不到 我的手握好 我有多渺小 別做得到